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文章 这一张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你慢慢来 这个是关于passive voice 就好像马来文的ayak active变成ayak passive 就是我们讲的被字句 被字句在英文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会有用到 用by,还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三个情况 我们要怎样用那个被字句 比如说在present simple tense的时候 那个句子是还没有过去的 不是现在正在,是还没过去的 如果还没过去的,我们是用 I am, she is, he is, I have you are 对不对,加pass participle 什么东西是pass participle了,有印象吗? pass participle,我们每次 小学的时候,不是每次背一个东西叫sing 你看,sing 要跳一下,sing 第三个是sung,对吗? 那第三个东西就是pass participle了 有一些情况呢,pass participle跟pass dance是不一样的 可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呢,pass participle就是第三个 跟第二个呢,是一样的,跟pass dance 所以如果你没有背到的话,其实不用担心 pass participle你不会的话,你就 你try用那个pass dance放下去 ok,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不能逼你一下子背到完的 这个是习惯了哦,你知道那个字你就是知道了的 一下子背的话也是会忘记的 ok,所以呢,我们用m或者是is或者是r 然后放pass participle 好像比如说呢,原字是stand啊,s-e-n-d 它的pass participle是sent 跟pass dance一样的这一个刚号,ok 第二个情况,如果是pass simple就是讲了普通的过去式 那事情过去了,你要换什么啊,你要换 换成was或者是were 罢了咯 I was,ok he was,she was,you were 所以m is变了was吧 r变了were,这样罢了 pass participle一样的,你就要把那个字变成pass participle ok future simple就是讲将会做 像我们讲背字句嘛,将会被做 will be past participle so will be sent ok will be bought will be helped 等等的这样 so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子显啊 ok 这里呢,有几个啊,有六个东西 每一个呢,我会跟你讲一下要怎样做显 ok 过后我会给你它的答案 所以你try一下自己做啊 ok,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第一个 你要做的东西就是choose the sentences only in the passive voice 所以有哪一个是passive voice啊 哪一个句子是背字句 这样罢了 所以第一个是哪一个句子是背字句 比如说第一题 I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yesterday 我拜访我的祖父祖母啊,昨天 是背字句吗 不是哦 英文没有讲背吗,对不对 这样第一个不是啦,你不要啦 我们要选择 如果你是写在纸上,你没有print出来的 你就写的是第几句 是背字句就好了了 第二个 the letter was sent two days ago 那一封信呢 被寄出去了两天前 so was sent 看到吗 说被做事情的那一个东西 那一个物件放在前面的话 就是背字句 ok 所以你要理解一下那个句子啊 所以这一 这个第二是背字句 我先highlight起来 ok 我给你例子啊 Kate phone her friend Kate打电话给她朋友 所以你每一句去看一下 哪一个是背字句 知道吗 不会字的你可以猜一下字典 这里呢 我选择的都不是讲很难的句子来 全部是很简单的 主要我们是在看那个grammar啊 看那个句子 怎样可以顺畅一点啊 讲话了 所以这个我给你一个例子啊 第二个是背字句啊 我们你要选一选其他的背字句啊 ok 来 第二个个 underline the correct variant 你要发现罢了 所以比如说呢 OK 这个啊 I am helped 还是 was helped yesterday 昨天 昨天是过去了 对不对 昨天是我什么啦 这个你懂啦 对了 我昨天被人家帮助了 这样意思 哦 被人家救了 还是怎样帮助啦 ok 所以昨天过去了 当然是用 was 他的help对了啦 help两个都一样 对不对 可是他讲昨天嘛 所以was helped 所以第一题我圈了啊 ok 我highlight了啊 我不要用花线了 我用highlight的 所以你可以看你要怎样做都可以 你写下来还是怎样 ok milk is bought 还是will be bought everyday 每一天发生 还没有过去啊 对不对 给你多一个答案 还没有过去啊 也不是将来啊 因为will be是将来啊 你看到吗 will be是将要的 将来的 所以不是将来啊 他讲每一天啊 还没有过去啊 is bought milk is bought everyday ok 所以你画线一下 还是你要highlight 还是你要怎样写下来 都可以 ok 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要放正确的to be verb下去 什么是to be verb呢 to be verb就是 em啊 is啊 was啊 我啊 are啊 ok 或者是will be 这些都是to be verb verb ok 就是is啊 was were 还有will be 看是哪一个 比如说我们讲 第一个 第一题啊 我们看一下 the book 什么bought yesterday 他本书是昨天被买的 昨天 过去啦 几个人 book 有几个东西 一个东西吗 用was ok 这个我给你啊 答案啊 the book was bought yesterday ok 我找一个will be的给你啊 will be是将要啦 将要 ok 这个 这个啊 第九题 the statue 什么opened in two weeks 它将在两个星期后开放 它的意思是这样 will be opened 啊 ok will be啊 我放小一点点啊 这个 so 会有一些是将要发生的 你就要用 will be ok 过去了的 你就用我 或者是我 你要看多少个人啊 当然 知道吗 ok so这些放空话应该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你们 这个是我 这个是 he 或者是she 这个r是多人 对吗 我是过去了的一个人 我是过去了的多人 will be是将要啊 ok 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填一填 然后来我们看 第四个要做什么 fill in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verb correct form 正确的形式 就是讲你要跟它变成pass participle了 这一个 而且要加对的这个to be下去 所以比如说 第一题 the key key啊 yesterday 昨天 key这里几个锁时啊 一个吧 对不对 如果很多 还写keys的 所以这里一个锁时啊 the key 昨天一个 昨天一个用 was find 那你要变pass participle 就是 found 对吗 the key was found under the table yesterday 可以吗 the key was found f-o-u-n-d under the table yesterday 那个锁时 昨天被发现到 在桌子下面 ok 看一个next year的 你看将要的 这个是明年的 他讲 the park 那个公园 将会被重建 reconstruct 就是重建 将会用will be ok reconstruct the past tense pass participle 不懂吗 就是pass tense 还有这个 reconstructed 加ed罢了啊 我找你看不清楚 不要紧啊 will be reconstructed 那个reconstruct 加ed 就是pass participle ok the park will be reconstructed next year 因为他用的是next year 所以我知道是will be的 ok 就是这样啦 接着啊 再来 第五个 correct the mistakes 给每一句都会有错误 你要找一下他的错误 ok 比如说第一个 the address were written the address were written on the sheet of paper 那个地址呢 被写在一张纸上 什么错这里 你要找刚才我们做的东西 跟有关的 这个的错误是 这里有几个地址你看 一个地址罢 对不对 这么会用到我的 我是多个啊 所以错的是我 你就要把对的写下来了 应该是一个罢了 就是 was written 没有错啊 the address was written on a sheet of paper 那个地址被写在 一张纸上面了 就是这样 导错误一下 所以有可能是 这个他的形式错了 有可能是 他的to be worked 就是is our was were 那些错 或者是will be 错了 都有可能啊 ok 接着第六 你要重写这些句子呢 把它变成被字句 ok 变成被字句啊 所以这个你靠感觉就好了 现在因为已经疯疯了 ok 它没有英文比较不像国语 这样可以固定起来的 你大概 你try了 当然我们把东西放前面先 ok 被做事情的那一个东西 或者是人放前面 我们买了这个车 你就要变成这个车被我们买啊 对吗 昨天 ok this car 这个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this car ok 一个东西嘛 对 was boot ok by us 所以这里你try一下 转下一道气 ok 过后呢 我会给答案 所以你先做一做先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感谢观看